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要来看复习单元二元与直线当中 二元一次不等式的进阶应用问题 在前一支影片当中 我们已经介绍过二元一次不等式的概念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切入 比较难一点的进阶应用问题 首先我们看范例第一题 第一题告诉你 这条直线它就是属于逆向考题 它直线不告诉你 但是它告诉你这一个不等式 这个直线所形成的不等式 它代表的是这条直线的左侧 左方的半平面 而且告诉你也包含了半平面 也包含了圆点 它把我们前一支影片 再告诉你怎么判别不等式的概念 用逆向的概念把它考出来了 那首先呢 我们就按照它给我们的条件 第一个 我觉得不难看出来的是原点 在它的不等式里面 所以当然我们就把这个零点带入 这一个不等式 那可以得到C是不是就大于零 所以它的选项里面就有问你哪一个是正的 那C这个选项我们就待会就会选了 那接着呢 它又告诉我们说 这个不等式 代表的是直线的左方 记得吗 我们前支影片提到 你所谓左右看 左右看就是你固定Y 所以就是你X的变化 X的变化 你就是要看S前面的系数 S前面的系数如果是正的 你向右是不是就会变大 向左是不是就会变小 那这一个题目再告诉你 它要找的是小于C 小于C是左边 那是不是就符合我们刚刚的判别 就告诉你说 那一定就是你的系数 A一定就是正的 正的才会是 往左边是小 往右边是大 如果是负的话 是不是就会倒过来 所以这就在告诉你说 我们这一个A的部分呢 它应该就是正的 对不对 好来 那有了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大概把这个图形画出来 那要画图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会去找点嘛 最容易去找S结局跟Y结局 所以为什么它这里会有 叫你判别S结局Y结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S结局 因为 你的A跟C都确定是正的咯 所以你看我们的S结局 S结局是刚刚A分之C A跟C都是正的 A分之C就确定是正 那Y结局呢 嗯 有没有发现 B还没有确定 所以当我如果想把这一条直线画出来的时候 我就得去判别 它的斜率是正还是负 而且要注意 你在画它的S结局的时候 一定都要是正的 所以当你斜率如果是正 S结局是正 画解释我们左边的这个图 如果你斜率是负 S结局要保证是正 是不是就是右边的图 从这个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保持我们的结局 S结局 A分之C都是正的 那可是Y结局呢 Y结局叫B分之C 我们没有办法判别 它的Y结局是正还是负 因为我不知道B是正还是负 所以这道问题你答对了吗 我能确定的就只有AC跟S结局 Y结局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个如果你没有把上面二元一是不等式 判别方向的那几个概念弄懂的话 不太容易解释这种逆向的问题 所以再想看 如果你因为它这个ABC都是变动 你要把所有的状况都合并进来 其实就是有这两形的图形 其他形的图形不满足 好来 你答对了吗 好来 我们接着看第二道问题 一样可以把影片先关掉 先自己解解看 再来听老师的讲解 来 这一道题目是在告诉你说 S是代表这个直线呢 有一条直线被一组平行线所解的线段 那当然解这一道问题 我们就先把那个平行线给画出来 对不对 这两条平行线 一个S-2Y加15等于0 一个S-2Y等于0 那平行线画出来之下 再注意到 它是说这一条线被它所解 所以另一条线我们也画出来 当然关键你就能注意到 这个2S加Y等于10 刚好跟那一组平行线 它们的斜率相乘是不是负1 或者你用它们的方向向量 法向量 法向量内积是不是刚好等于0 所以你要 它要考你 有没有观察出 它们是垂直的哦 好来 所以我就可以开始解这道问题了 原来我们的S区域 是不是就是AB这一段 那我当然就要把AB这两个点给解出来啊 所以两条直线解交点 我们解出点A18 另外一个呢 一样S-2Y等于0 跟2S加Y等于10 解出交点B会等于42 当我解出这两个交点之后 AB这一段就是所谓它的S S是代表这个线被它们两个平行线 所解的那个线段 所以S指的就是AB线段 那现在又另外一条直线 那条直线在变动 3X-5Y等于C的这一条直线 跟这个S就是跟AB有交点 那这条在变动的直线呢 它写率是3 写率是3的这一条直线呢 我们想想看 如果呢 我把它随意画一条写率是3 我要跟AB有交点 比如说我们画特别的一点 好来 我画的这一条呢 是通过0 原点0的 那通过原点0的话 你带进去那个C就等于0 可是它并不是要找一个C啊 我问你那个C的最小值是多少 所以可不可以看得到 我们橘色的这一条直线 就是3X-Y等于C的这一条直线 你把它平行移动 平行移动 可是你只能动到AB线段这个范围里面 往那个方向动 它C才会越小呢 其实你也可以试验 也就是说 你看我现在向右 如果向右一点 或者是我也可以向右向左一点 所以你看到向右C变大还是变小吗 向右C是变大的哦 向左C才是变小的哦 为什么 因为你去看它跟S的结局 这个直线跟S的结局是3分之C 有没有注意到 老师现在画的向右的直线 它越往右 它的结局跟S的结局是越大 跟S的结局越大 是代表我3分之C是不是就越大 所以是在告诉你说 你越往右跑的时候 S结局越大 3分之C越大 那C是不是就越大 所以如果你要求C的最小值 那不就代表你要向左边跑吗 对不对 所以我向左边跑 可是我向左 最后不可以超过那个A点 所以原来你要向左边跑 才能超出最小值 这时候你其实就是把A点带入 我们刚刚前面已经解除 点A坐标18嘛 所以我们把18带入 就求的C等于5 当然你要求最大值也可以哦 你就只要把B点带入 42带入就可以求是C等于10 不过这一道题目 我们要求的是最小值 我们知道C接在5跟10之间 所以我们的最小值是5 你答对了吗 好 有一点变动的概念的 相关问题的应用 好 希望你答对了 来 我们再接 下面一道问题 一样 好 先自己解解看 再来听影片讲解 好来 不知道你解完没 来 我们就开始说了 好来 第一个 一样 这种你看 比较难 我说这个影片都是比较难的 间接应用问题 它是一时大考题 105年学测这一题 其实答对率没有很高 其实我觉得冷静一点 你是有机会答对这一道问题的 虽然 它那个连立方程序 有一个直线的常数项 是A 它故意不告诉你 它告诉你 它所形成一块 这块区域 在第一项线哦 它有特别说是在第一项线 我们就画图画画看吧 椅子的那一条 S加2Y 等于14那一条 可以先画出来 在第一项线里面 你可以看到 目前就一个三角形 可是关键 大家同学都被那个S减3Y 小一等于A那个 不知道A多少 就不敢 就不会画 其实你可以用试验法 如果呢 我随意画一条 因为你看我画一个特例 我就先画一个通过原点的 画一个通过原点的 这个试验下去 我跑出来就是这个三角形 我可以顺心算算这个三角形 比5分之213大 还是比5分之213小 如果比5分之213大的话 显得我这条直线 就要再往上推一点 让那个三角形变小 如果这个比5分之213来得小 我就往下方再推一点 让它面积是不是可以变大 关键你要能看得出来 他问的是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是不是在 这一条直线的左边 对不对 如果你看上一下的话 因为你减3Y 那个Y的系数是负的 所以是在这一条直线的上方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三角形的地位置 那所以我说按照刚刚我们 随意画我通过00的 这一条直线 就是S减3Y 你把00带进去 S减3Y等于0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S减3Y等于0 跟我们的S加2Y等于14 把它解连离 去求中那个焦点 那个焦点假设B点的话 算起来虽然有点丑 可是不会太难解 那我就可以去算出 那个三角形OAB的面积 这个就叫实验法 先随便示意调进去看看 那我们算出这个三角形OAB面积 大概算一下 它不会刚好 我只要知道大于或小于 它比5分之213来得小 比5分之213来得小 那就代表我这条直线 要再往右边 往下面 右边下面的地方再推一点 那要推多少呢 可能就这里卡住 其实当年 因为这个学测 都有告诉你 那个A的答案是几格 那个A只有一格 就一个就代表它就整数 它就整了0123456789 你看你看0太小 那0太小你就约过下 就剩下1到9啊 你可以先取一个中签 比如说5 带进去试试看 如果还是太小 就往前就6啊 好 那太小就往前啊 这个就实验法 那实验法这个就留给你了 好来 那我们就讲第二个方法 你要勇于观察 按照刚刚的想法 我是不是直线就往下 对不对 那有人会觉得 真的答应应该就是这样 站在一块区 可是有人就说 老师刚开始我不晓得啊 其实你就随意画嘛 你如果画错不行 你就再往下画 就会发现才解得出来嘛 对不对 那我所谓的观察法 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去看到 刚我第一条直线画出去的时候 我所形成的那一个AOC的这个三角形 我们第一条直线 就先去看一下 AOC的三角形 OAC的三角形多少 因为一个是7 一个是14嘛 就算出来49 我跟那个5分之213比 就会发现 它只差一点呢 对不对 所以就在告诉你说 我们的这一个 要的答案 跟我们要红色的这块区域 只差一点点 49跟42点多 你去看一下 整块49 我要的是42点多 所以显然 我这个红色的这一块 跟我们整个OAC这块 只差一小块 所以 你马上就会知道说 你的图形应该是这样 不会像刚刚的 是三角形OAB那一种情形 应该是往下一点 你就不用像刚刚的试验法 要试验得出来 观察出那个三角形OAC49 我们题目要的是5分之213 就知道 应该是像这样的四边形 才是你的答案 你就切入可以快一点 那再来呢 还要真快一点的话 如果你是想着 要去解OA 就是这个 AO珠下面的 这个红色的这个四边形 这四边形要算面积 其实也不好算 如果你有关注到 差一点的话 就要倒过来 我们用扣的啊 扣哪一块 扣这一块 CDE这一块三角形 橘色的这一块 我们说差一点 差多少 所差是不是就是 橘色的这一块三角形 三角形CDE 对不对 那所以我只要求出 三角形CDE啊 三角形CDE 那个C跟D 那个D点 坐标很容易求啊 因为我们知道 S-3Y等于 跟S轴的交点 是不是就是A0 所以你只差一点啊 所以当我要求三角形CDE的时候 我们底部 底CD长度 很容易吧 14-A 我是不是要求高 那所以那个高 我是不是要求出 一点的Y坐标就好了 S坐标也不用 所以当我确定 我要倒过来用扣的时候呢 我就去求一点的Y坐标 所以我们就减 S-3Y等于A 跟S加Y等于14 记得我要求Y坐标 它设计的很好 你本来一点力也是Y坐标先求 所以你不用带进去求S了 我只要Y坐标 所以我这时候 我的三角形CDE的面积 是不是就1分之1的底层高 底层高完 之后会等于多少呢 是X的那一点 X的那一点 是不是就是49 减掉5分之2 1分之3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左边 不要把它展开哦 你有没有发现 左边14-A乘14-A 常常有同学 就看到一直在计算 在走 就是走 复杂的路 你要稍微观察 它其实设计得很好了 14-A 14-A 不就14-A平方吗 我只要把那个2跟5 移到右边 我们就可以整理出 14-A的平方 就刚会等于64 那所以我14-A 不就应该是等于 正负8吗 所以我就可以推得A 两个答案 A等于6或22 可是你看得出来吗 22为什么不对 你那个那一条直线啊 是不是要借在O跟C之间 所以你那个A 要借在0跟14之间 对不对 你A不可能超过14 超过14就移出去了嘛 对不对 移出去你的三角形 就不会是这一块啊 所以显然 我们的答案 是不是就是A等于6 不过因为它那个选填啊 因为一格你也不可能填错 所以我们这一题的答案 A就等于6 你答对了吗 不要忘记 要往前继续学习哦 加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